無面星光二班 賴明瑋與黃美甄 星光二班出身的賴明瑋 和黃美甄 以什麼與同的團體名稱 發情專輯 由於曾經在PUB一起駐唱 默契超好的兩人 常讓現場氣氛 嗨到不行 最想讓他想看他戴帽子 他都戴鴨鴨嗎 他都戴鴨鴨嗎 可是這個帽子第一次嘗嘗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不會這樣 然後他擺不動就對了 對 像是比較…適合 反應好喝對不對 這兩顆歌坦的星星 不但在星光大道中過關斬將 表現令人印象深刻 賴明瑋這一舉拿下 星光二班的冠軍 兩人的好默契 以及星光大道的革命情感 讓兩人組成了神魔舞頭 勇闖歌坦 準備再創一次 星光奇蹟 勇闖歌坦 準備再創一次星光奇蹟 我們今天呢 假設那個 現在那個電視上面 很多這種所謂的比賽節目 對不對 對 全世界都有 台灣這邊當然也不該失誤 有很多這個有才華的那些歌手 就過關斬將 劈得啪啦 劈得啪 結果這種起起伏伏呢 一路上能打敗很多人 出專輯了 終於有出專輯的機會 是的 那麼大家今天呢 瞧這個兩位呢 就是兩位這麼兩個人物了對不對 非常強力的一對搭檔就是 神木與童 是吧 好 講到這個神木與童 有沒有人講這神木與童 只有你啦 他們都叫神木與童嘛 神童跟你們的東西啦 他們還貼到一頭霧水就 考考你們 好 今天第一個問題要不要準備 好 來 請問讓妹妹們 就是唱歌比賽獲勝 是不是就有出唱片的資格呢 請作答 誰叫妹妹們 好 好 那麼現在為我們看他們 有些那個想法不一樣嗎 對 有些人覺得是反對的 像是 對 反對 肯定有點意見吧 對 對 來 這個健健妹 健健妹 健健妹 小不點的健健妹 她可是打太鼓的健康美少女 謝謝妹妹覺得是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 因為 唱歌比賽不一定會有那個 就是 可以出唱片的那種經驗 因為畢竟那是 錄音室跟唱歌 就是歌唱比賽 是完全是兩馬尺 完全不一樣 所以對啊 應該還是要有那種 培訓的經驗 你的意思是 歌唱歌它比較都是現場的 對 錄音室其實真的差很多 我就相信 經過錄音室的人都知道 對啊 就剛剛 妳接過啊 因為我之前當過錄音室 對 而且健健妹很會唱歌 她很會唱歌 她是我們娛樂大風暴的 唱歌的那個代表 真的啦 我也代表怎樣 好啦… 好… 你看 妳剛才裝她 現在被她嗆了吧 要得罪她 真的 好 這打太鼓怎麼樣 我打太極 好 那麼這個時候呢 要現在算我們這個 特別來賓了對不對 好酷喔 那現在給我們帶來 一個好聽的歌曲呢 從新的專輯裡面 一首歌曲 看到底呢 他們是不是真的 差出來反正嚇一跳的 來 歡迎神木與童